大家好,我是盐燕 你看我后面的院子里面 今天已经把后面葡萄树下面的那个多肉给它搬在这里了 搬了一些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事情 就是我前两天嘛 不是有脂肋是土长的吗 我就放了几盆放在那个太阳下面 就短短的两天的时间 它两个就是一样大的脂肋 就是因为一个晒了太阳的一个就还在葡萄树下面 两个颜色差别特别的大 这会儿去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一看就知道差别有多大了 这些就是我这边家里面的一些多肉 然后全部给它搬出来了 这中间的话就是多肉 然后这个外面这个就放了仙人掌仙人球这些 然后全部给它放在这边上的 给它围绕起来的 给大家看一下植乐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葡萄树下面的是不是很绿 但是我种在娘家的那个就特别的有颜色 看这边的植乐 这个就是一直放在葡萄树下的植乐 大家是不是感觉这个一点颜色的没有 而且涂长得很厉害 是不是 看一下这边也是植乐 然后就是这边被晒过就是两天 就是多晒了两天太阳的植乐 大家看一下虽然涂长是一样的涂长 但是它明显的这个颜色深了很多 然后就是这种紫色的 我给大家拿两盘 然后放在这里一起对比一下 大家都能看出这个晒太阳和没有晒太阳的一个差别 看 大家看见了吗 是不是特别的明显 这就是晒太阳和没晒太阳的区别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种在阳台上的多肉 有时候就是颜色没有那么好看 可能就是因为光照的原因 其实葡萄树下面也能晒到太阳的 只是说它可能光照就没有 就是直接直接这样全日照 就是来的猛烈一些 你看差别很大很大的 就两天短短的两天时间 它就可以上色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这边家的 然后全部搬在院子里面了 因为我们这个院子的话 就是下午的时候它是晒不到太阳的 因为它下午房子比较高嘛 然后就遮住了 上午的话就太阳一般它都不是很烈 所以说我就想要把一些小苗 还有我娘家的那些小苗 全部给它搬在这个院子里面来 看这是我的情人类 所以我也全部给它搬出来 这边 这边是上次买的那个蟹爪栏 还有这边之前的一些小苗 大家看一下放在后面的 全部都有点涂涨 这边的就外面这一排的话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漂亮 这是我昨天从我娘家那边搬过来的 就是和娘家有重复的肉肉 我就给它搬了一些下来 放在这个院子里面 你看这是国际 买母丹 东北人 那个是 这盘法师是那个 就是一个朋友送的 就是这边 这边种了一棵枝纸花树 因为我觉得枝纸花特别的香 这边还种了绣球 然后吊篮啊 然后还有山脚梅 山脚梅我觉得颜色很好 所以说就弄了两个给它搭配 好有意义 你最后还没用 你怎么还想着您 好有意义 好吃 好有意义 好有意义